不好意思 小庄 你真的不好意思吗 你是谁啊 要不是才被当助理了 不要说编辑 你连刘成编辑都不配 盛庄本来可以增作起来的 一丝火苗 给你破灭了 你根本不知道 你在做的是什么 如果我的办法都奏效的话 最后我只需要两千万 我就可以收购盛庄 这枚戒指 就是盛庄的价值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我也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爱情 这件事情 一连串的动作 不见得是项底公告的 它背后应该还有人 明点人都知道 盛庄已经完蛋了 你们相信我 我们一定不会输 干杯 干杯 干杯啊 干杯 干杯 盛庄成为气死的进程提速 咱们得赶在他们前面吧 都是盛开一直跟我们对着干 你知不知道 他把自己房子都卖了 一直在搞重招啊 好 我们可是憋足了劲儿 就等你一声令下了 再等一个人 跟我去包里 现在离全宫只有这么小一步了 你陪我一起走过这一步 好吗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你害怕 我可能还真的有一点怕 公司万一出什么事 但是我的麻烦就大 如果总部真的要把盛庄全部观看 那我们众筹该怎么办 安心在这个局面来说 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我跟你说 他甚至想过让你死 其实我们是同一种人 只是后来我认清了现实 而你 你还在继续欺骗自己 所以你相信我就行了 但是让我注册一个空壳的文化公司 当法人 法人 法人我懂啊 就是一个公司万一出什么事 我的麻烦就大了 所以说到底 你还是不相信我 要不然这样 您当法人 我们两个合伙 我胆子瞎我 你别把所有的责任 都押在我的身上好不好 如果责任都要我扛 你凭什么挣这个钱 江总 我是您的搭档 不是您的武器 我不是乔治 我不会给任何一个人 任何的机会 把我逼到电台上去的 那都说了是搭档了 你应该相信我 而且我们都说好了 利益五五分 抛去给安诺尼的百分之十五 咱们两个人至少每个人分一千万 甚至更多 你连风险都不愿意冒 我想请问你 您有什么资格挣这个钱 江总 你可能是误会我了 我鲁冰冰看似是掉在钱眼里的人 但是相比钱有一样东西 对我来说更重要 我的命啊 乔治 理想主义 你让他幻灭 陈开宜英雄主义 你让他变成图腾想套现 可是你永远 都没有办法算计我这样的一个利己主义 就因为你永远开不出一个价钱 能高于我的命 这不是我要的妥协程度 你想要什么 你出局 我做出版人 肖红学主编 颜凯复主编 这不叫妥协 你说的是笑话 我管你用什么样的字眼 这就是我能接受的底线 我走 他留下行不行 鸿雪 我们联手 他没有胜算 你留下 他走 我们联手 盛装一定会变得更好 我不是临时起义说这些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洪雪 你对媒体的商业嗅觉非常敏感 你之前设想那个时尚金榜 是非常好的结合了内容与商业的平台 能够最大程度利用盛装的时尚影响力 不但能做出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 甚至能够改变整个行业的生态 没想过你会关心我的工作 你做主编之后的每一个动作 我都认真研究和学习过 只要我们联手 你们联手 老夏 就事论事地说 对现在的盛装而言 最没有利用价值的人是你 吉日吹 你之所以能做这么多年的出版人 你所有的功夫都放在了 跟法国总部那些人搞关系上 而且你始终拿着那个什么 制衡管理那套说事 来处理这边的人事结构关系 说白了 你就是一个 胡家虎卫两头片的中间买办 一旦收购完成 盛装的品牌经营权归我们所有 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完全脱离法国总部的控制 而彻底变成一本中文杂志 到了那天 你的存在 毫无价值 我没有想到 你已经气气败坏到 需要通过羞辱我 来刷自己的存在感 你别忘了 你是我带出来的 我承认 论心机搞阴谋 我们没有人能搞得过你 你的职场政治学玩得很溜嘛 但你所代表的价值是负向的 不能成为真正的生产地 盛装改组后将要面对的是 新旧时代 犬牙交错的新时代 读者对盛装的内容需求不断升级 盛装将要面对更加广袤的人群 更加年轻的人群 也将承载新时代所可求新的价值观 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 你没有容身之处 你说完了没有 你知道我说的都是对的 洪雪 我需要你 盛装也需要你 我之前还会顾及 你跟这位先生的感情 但是我今天知道 你们的爱情已经走到了尽头 如果说 那确定是一段爱情的话 不过不重要 当你跟我说 你决定离开的时候 我捕捉到了一个信息 你自由了 我郑重并诚挚地向你发出邀请 来自我的同事跟搭档 我们一起带着盛装进入新的时代 去迎接新的挑战跟冒险 这才应该是 你为盛装做的 有意义的事情 我是 可以 你 订阅 你 咁 您 你们 不是